注意看,这植物号称毒蛇的克星 我们当地称它为黄魂草 大家好,我是香香 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农村一特别的植物 这植物啊,现在越来越少了 我也是找了好久,今天才找到它 你看,就是这个植物 这草的别名也有很多 有人叫它猫爪刺,老虎刺 因为这种植物啊,浑身长满了刀刺 即便是蛇类啊,在经过这种植物的时候也要躲开 所以啊,人们叫它蛇倒退 还有这种草,它的刺特别的锋利 在野外,农民朋友见到它也是避而远之 所以有些地方啊,叫它蓝鹿虎 意思就是看到这种草,即便是长在路边也要绕开走 听到这些名字,是不是觉得都很霸气呢? 没错,蛇倒退可不是一般的植物 注意看,它的叶片成这种倒三角 叶片和金杆上都有倒刺 你看,只要我的衣服轻轻一碰 就很容易把我的衣服勾住了 这是它的果实,现在是青色的 等成熟了就变成这种五颜六色的 小时候把它当饮食吃 口感酸酸的 这叶子也可以食用 口感也是酸酸甜甜,很是开胃 知道吗?蛇倒退它可不是一般的杂草 像从我们当地很久以前 有个叫阿大的侨夫上山砍柴 被大虫咬伤了 当时因为没有代药在身上 生命危在旦夕 后来呢,刚好在身边发现这草 他就试着把这个蛇倒退的叶子 将其搅纳,复在被咬处 后来还奇迹般的救活了自己 这消息也很快在当地流传个变 真是因为它了不起的价值 所以后来啊,我们当地人称它为黄魂草 朋友们,你家乡现在还有这种植物吗? 或者对它有什么见解?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